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拍长视频了 因为昨天上午刚刚忙完了地里螃蟹的这个活啊 因为盘景和蟹就是在9月份中秋节前一直到国庆节前后这段时间 就是大批量的上市,所以呢也是我们这段时间最忙的一个时间了 昨天上午刚刚发完了最后一批货啊,最后一批螃蟹 所以昨天下午才刚刚休息一下来,今天呢也是刚休息下来 这两天盘景以及北方都在大范围的降温 所以在中秋节和国庆节前这段时间呢需要把地里的螃蟹全部出空 不然的话你像现在今天的温度最低已经5度了 气温太低的话螃蟹就不爱出来了 因为今年的中秋节来的比较早,所以呢螃蟹在9月初就开始大范围的上市了 也就是说从9月初到国庆节2号啊 就一直到这个这20多天的时间就是我一直在地里头忙 如果一直看这个短视频的朋友应该还是有知道的啊 就一直在这个地里忙这个螃蟹,每天就是头一天晚上从地里起螃蟹 然后第二天上午呢就开始分减,按重量来分减,然后进行打包 上午发一批货,下午发一批货 然后到了晚上和中午午休的时候呢又在陆续的接单 然后就每天都是在重复这样的活,很充实啊 这个这种日子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体验的 我个人感觉比旅行还要充实 因为旅行的时候每天在路上其实还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很枯燥的 尤其在西北那种戈壁荒漠当中跋涉啊 每天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枯燥乏味的 当然在地里头弄螃蟹呢,虽然这个工作也是每天在重复 但是每天都会换一批客户,每天都是换一批订单 所以每天也都在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然后往不同的地方去发货 所以也很充实,我个人感觉很充实 虽然很忙,特别忙啊 有的有那几天忙的就是连吃饭 包括连这个手机看回复短消息的这个时间都没有 所以经常就是有的朋友给我发信息 我割了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再给人家回 因为我们这个打包装货以及这个分拣螃蟹 还有这个售后都是由我们三个人在做的 所以我们三个人要干很多个活 从起螃蟹到挑螃蟹到打包发货 再到售后 就是三个人干了四个人的活相当于 所以就有时候非常忙啊 可能有很多朋友不太了解这个螃蟹的出货的整个一个流程啊 就是我可以大概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每天晚上在四五点钟 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 就是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地里的螃蟹就从稻田地里就爬出来了 你就会看到在天梗上 还有这个水渠旁边就爬满了很多螃蟹 到了天完全黑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打着这个手电筒或者带着头灯 拿着水桶就可以在稻田地边走边捡螃蟹 那个螃蟹就非常多了密密麻麻的都是螃蟹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 把公的母的把多大的给根据需要来捡出来 捡出来之后呢 把这些螃蟹统一拿到地头去 然后进行分减 比方说一两的分一个 一两五的分一批 然后二两的分一批 二两以上的再分一批 然后公的和母的还要再区分开 所以分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根据我们的订单 人家要的是一两的还是一两五的 要公的还是要母的 然后再进行打包称重 然后发货 给这个顺风快递打电话 人家就过来开车过来去了 全程都是空运的 比方说我今天上午发的货 他中午有一批车就要往沈阳机场发货 就走了 然后下午就开始登上飞机 到了晚上的时候 比方说你是上海的 当天晚上就可以到上海 然后第二天一早 那边上海的物流就开始给你派送了 所以说我这天上午发货 第二天上午你上海就可以收到货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接下来我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这个时刻都来自哪里 这段时间呢 其实接触到了能有二十多个省份的时刻 比方说这个东三省的 还有内蒙的 还有这个甘肃的 然后四川的 上海的 浙江的 江苏的 湖南的 湖北的 还有云南的 还有这个重庆的 广东的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江西的 其实我们 我大概看了一下 就是最东边的 吃到我们这个螃蟹的客户 是辽宁丹东的 最北边呢 已经到了黑龙江 墨河了 那也就是中国最北点了 然后最西边的 就是甘肃九泉 最南边的是 广东 珠海 深圳那一带 云南 昆明也有 包括丽江那边的 也发过一单 有人朋友可能说 为什么没有新疆的呀 新疆不更西吗 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啊 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是新疆疫情的原因 那边这段时间 疫情很严重啊 物流什么都停了 然后很多人 也都能不能出门了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还是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的原因 就是太远 生鲜实在运不过去 就是顺风 不建议我们 发太远的地方 包括我往 呼伦贝尔发 呼伦贝尔离我们这 这才一千多公里 新疆离我们这 能有两千 两千还是三千多公里 记不太轻了 三四千公里吧 就是喀什 人家顺风直接就说 呼伦贝尔不建议你游 他会建议我 就是说你不要游 因为为啥呢 因为可能要超时 三天可能才能到 那如果三天到的话 螃蟹到那儿 可能就会死掉 所以人家像新疆这种地方 他直接就会说 不给你发 因为一超时 螃蟹都死了 顺风还要理赔 所以顺风 不会干这种赔本的买卖 我们把我们的螃蟹 销售到了20多个省份的 很多人的这个餐桌上 然后也是让很多朋友 其实第一次知道 我们盘景的这个和蟹 也是第一次吃到 我们正宗的盘景稻田蟹 所以这个是让我 最有成就感的 就是我把我家乡的 好的东西 推荐给很多人 然后让很多人 第一次知道它 也是第一次吃到它 而且他们都觉得很好吃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最让我感到 就是开心的一方面 就是你有自己的好东西 然后让别人都知道了 然后别人还都很认可你 这种成就感是 要远远高于说 我把这个东西卖给他 他给我了一定的报酬 我觉得这个是 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我发现这个行业 其实潜力还是很大的 因为一提到螃蟹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 都是阳城湖大闸蟹 盘景和蟹 可能只有那么一小部分人 才知道 由此可见 盘景稻田蟹 盘景和蟹的品牌 影响力还是很不够的 就是相比于 这个南方的阳城湖大闸蟹 所以我觉得 品牌价值 没有得到一个提升 所以你的这个产品 可能你再好 也不会得到很多人的这个认可 因为他没听过 你没听过的话 你东西你说的怎么好 怎么好 他可能都不会认同你 他还会觉得是 大闸蟹会是最最好的东西 但是通过这段时间 我个人的观察 我发现很多食客 他也吃过很多蟹 比方说 阳城湖大闸蟹 他也吃过 什么梭子蟹 他也吃过 什么甚至帝王蟹 他也吃过 那这些螃蟹 他都吃过 但他唯独没有吃过 盘景和蟹 盘景稻田蟹 正好认识我了 然后就打算 抱着试试看 的态度从我这来 定一份 然后一吃 给我的回馈 就是说 原来这个盘景稻田蟹 比大闸蟹 比这个任何蟹 不敢说所有蟹 但是比他吃过的 很多蟹都要好吃 然后这个是 他们给到我的 一个真实的反馈 这个不是我在吹 确实是有人 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 比洋城湖大闸蟹 好吃的多了 然后盘景螃蟹 味道更鲜美 然后蟹肉更香甜 然后这个膏也很多 就是小了点 因为盘景正宗的 盘景和蟹 品种的问题 它就是长得不大 不像大闸蟹 长得这么大 盘景螃蟹 就这么大 就差不多了 一两五的 一两多的 二两以上的母蟹 都很少 所以我觉得 这个给我 还注入了一股信心 其实我对我们盘景 稻田蟹 还是 对我们的螃蟹 还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我们的螃蟹 真的可以说是 不敢说盘景最好的 但一定是盘景 可以代表盘景螃蟹 比较好 最好的那种味道了 接下来呢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螃蟹忙完了之后的规划 螃蟹忙完了 今天是三号 然后一直到中下旬 我这段时间会休息十几天 休息十几天呢 好好准备 接下来就是水稻的收割了 也是更多朋友 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们大米 什么时候收割上市 那就是十月中下旬 你就开始忙活了 我要继续跟这个 盈田米业的董事长李总 我们一起要下地收割 包括到大米加工厂 去加工包装 这一系列的活了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月近期要忙碌的一些事 大米忙完了之后呢 就十月份了 就正式进入冬天了 东北这边的土地 也就基本上进入休息阶段了 农民也都闲下来了 我也就闲下来了 所以我想看看 等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看看疫情什么情况吧 如果有所松缓的话 我还是想出去旅行一段时间 因为今年也没怎么出去旅行 自己在家待着 虽然有很多活要干 但是还是想出去再转一转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主要介绍一下我近期的一个状况 还有未来的一个规划 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 然后很多朋友想要的盘景 正宗的献田大米呢 也会在月末就会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那我们之后再慢慢分享 大米收割加工的一些视频 还有内容 再跟大家分享吧 那今天就到这了 祝大家国庆快乐 拜拜 拜拜